第三个呢 就是他探讨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探讨了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根源 他认为呢 他说既然人类的认识是一个 近视于螺旋的一个曲线 就是是一个不断的是一个圆圈 是一个不断的由低到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你任何在这个曲线上 你取一小段 你比方说这个思想史 它是这样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你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原先当中你取这一小段 把它看作直线 看作直线 那么你就否定了 它的这样一个曲折发展 所以他说 你把它切成任何的这样一个直线的话 你就把它片面化了 把整个认识这个片面化了 把它变成了一些片段 一些碎片 变成了一些这个独立完整的直线 这样呢 人们就从这个直线呢 就滑向了唯心主义 就走向了唯心主义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概括 他说唯心主义的认识能根源呢 就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的夸大 把认识的片段碎片小段变成了完整的独立完整的直线 所以他就得出结论 他说直线性和片面性 石板和僵化 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 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能根源 唯心主义的认识能根源 在这儿呢 这个列宁呢 因为他是把这个认识史啊 把认识认啊 作为他的这样一个整个辩证法 叙述的这样一个核心 所以他不是从这个阶级斗争啊 历史里面去找唯心主义的根源 而是 研究他的这样一个唯心主义产生 就是说除了其他的历史原因以外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要揭示他的唯心主义的这样一个认识能根源 强调他这样一个认识能根源 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列宁的这个辩证法呢 我们可以把它开发为两个特点 一个呢 他是以认识能为主线 第二个呢 是强调维吾辩证法的一个历史性 一个历史性 所以强调了辩证法 它是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而且它不是一个僵死的过程 不是一个僵死的框架和教条 这就是这个列宁的 他的辩证法的特点 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 所以列宁才能以独到的眼光 分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 人类历史变革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创立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和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这个列宁的这样一个辩证法的特点呢 是和他对现实问题的这样一个思考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结合在一起的 也是他 如果说他是哲学基础 可以说是他整个帝国主义理论 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 这样一个哲学基础 哲学基础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研究啊 是集中在维吾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部著作当中 这部著作当中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了 他写这个著作呢 在主观上 在主观上啊 在政治上啊 就是说主要是为了批判这个波格丹罗夫 为了批判波格丹罗夫 就是为了批判 要在政治上战胜波格丹罗夫呢 他必须在理论上啊 要战胜波格丹罗夫 如果你在理论上 你不能批判他的话 你在政治上你也站不住脚 你不能用政治上去强压他 你一定要说 你的理论要高于他 就是他的理论的问题在哪儿 波格丹罗夫 因为是用马合哲学 主张用马合哲学 来修改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就使列宁啊 不得不去联究 这个十九世纪末 这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 以及所引发的这个论识问题 尤其是深入到 对马合哲学的联究和批判当中 深入到这个 对马合哲学的这样一个批判当中 因为马合的这样一个哲学呢 它是围绕着感觉和经验的 论识论问题展开的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 这样一个论识论研究的 它的这样一个特点 它的这样一个特点呢 我们可以把它开括为两个方面 开括为两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它的强调啊 这个相对主义的论识论 一个是它强调啊 这个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 以相对主义批判这个绝对主义 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十九世纪末 至二十世纪之前啊 这个哲学包括自然科学 都是以这个绝对主义思维方式 以这种确定性思维为它的主线的话 那么在这个时期啊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 就是强调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 那么第二个呢 它是围绕着感觉问题的研究展开的 这个相对主义是如何可能的 相对主义是如何可能的 相对主义啊 它本身就是和经验论连在一起的 就是说我感觉到的 我能够感觉到的 那么它就是存在的 如果我没有感觉到的 一切是以感觉为标准 当你以感觉为标准的时候 你的绝对主义的东西 你这抽象的形而上层的东西 全部都被击溃了 全部都被击溃了 所以在哲学史上 凡是经验论啊 它是能够集配它的这个形而上学 而形而上学呢 往往是什么 是要去掉经验论的 是要把这个经验呢 看作是一个第一级的东西 第一级的东西 那么这个强调本体论的 这样一个抽象的东西 它是什么 它是以演艺法 而经验呢 它是经验论是用归纳法 那归纳法归纳到最后 你怎么都得不出一个 逻辑必然性的结论来 所以它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让这个感觉论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领域 那么这两个领域呢 呃 都是这个列宁呢 为了这个说明这个问题 它的整个论识论呢 都是围绕这样一个展开的 那么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的展开 因为马合是经验论的 所以它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就要讲感觉 感觉的论识论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要讲这个相对主义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与这个确定性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就是要对这个相对主义啊 作为一个确定性的 和客观性的认证 要做一个确定性 和客观性的认证 那么为了做这样一个认证呢 所以列宁呢 在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上 在一系列的认识问题上呢 和恩格斯啊 它既继承了恩格斯的 辩证法的思想 但是又和恩格斯的 辩证法的认证不同 我们知道恩格斯 那个时代是什么 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 肯定这个思维啊 它是以这个确定性啊 是强调确定性的时代 所以恩格斯的辩证法 就要认识 就要强调了 真理是一个过程 就是以这个相对性 要强调辩证法里面的 这个相对性的内容 相对性的内容 而列宁的这个时代呢 刚好是一个 相对主义思维方式 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 人们在相对主义的 这个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庄子啊 庄子是什么 是绝对的相对主义 是把相对主义绝对化了 把相对主义绝对化 就是什么 什么标准也没有了 它是不是就走上了什么 另外一种形而上学 就走向了一种诡辩 这种形而上学 那么你要返回到这样一个 就是说说明 导回到这个辩证法 那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就要发现这个 相对主义的这样一个绝对 相对性里面的 这样一个绝对性 所以这个时候 列宁的辩证法 主要研究的是要研究啊 要认证这个辩证法的 一个客观性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为什么列宁呢 特别强调这个考察的客观性 是它的第一个原则 那么在这个相对主义思维当中呢 它也要认证呢 这个相对主义思维方式 就是相对性的思维方式里面的 这样一个客观的前提 客观的前提 所以它的整个认识认呢 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的 两个方面来展开的 它在讲这个感觉的时候 也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确定性 为了说明它的这样一个确定性 和客观性 所以它会提出啊 哲学的这样一个基本路线 哲学这个认识认识的基本路线 那么在这个提出哲学基本路线的时候 它要对感觉联系的时候 它在这个代序认里面啊 专门认述了这个马合哲学的历史渊源 就是马合哲学啊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 它就提出来 它说这个马合哲学 和巴克莱修默的哲学之间呢 它是一模相成的 它是一模相成的 认为这个马合哲学呢 无非是巴克莱和修默感觉论的 这样一个翻版 那么它通过五个方面呢 来认述这个问题 就是说它认为 它说这个马合和巴克莱 都是从感觉出发 通过对感觉的特性的分析 否定感觉以外的世界 因而也就否定了物质世界 否定了物质世界 为什么呢 就是说 那么这样呢 也就是说感觉啊 它本身是一个环节 是一个环节 如何看待感觉的问题 它认为这个经验认 经验认的一个特点 就是把经验啊 看作是一个屏障 所有的认识都是在这个感觉 都是以感觉为尺度的 我能感觉到的 就是我的认识 我的对象 不进入我的感觉的 不能成为我的对象 就是什么叫认识的对象 认识对象是什么 它是经过了我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这个巴克莱所说的 存在就是被感知 客体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 你说的认识的主体是什么 认识的主体就是我感觉到的东西 我才是认识的主体 如果没有感觉到的 我就不能成为认识的主体 这是一个对认识对象的一个说明 也就是说认识的对象究竟是不依赖于能的客观实在 还是说它就是我的感觉到的这样一个东西 才就是通过感觉而进入认识的 才能称之为认识的对象 才能称之为认识的对象 所以这个列宁就是说实际上当他们在这样强调这个存在就是被感知 强调客体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感觉之外还有这个客观的世界 否定了感觉是客体是对客体的浮写和反应 也就是说感觉它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 而是由我自身就是说是由我的感觉造成的 简单的说人的认识对象是能认识自己确定的 是由认识的主体确定的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一个现象 人只能认识什么认识这个现象的东西 这个现象的东西是什么 是经过了我的时空范畴把它改造过的 对这个资料进行加工 是先天形式和资料加工的一个结果 然后它才能成为我的对象 如果不经过我主观加工的东西 它是不能成为认识对象的 不能成为认识对象的 那么列宁在这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感觉认的这样一个维新主义的特点呢 就在于他把这个感觉和认识的对象啊 把它统一了 把感觉看作是认识的对象 那么除了这个认识 除了联究这个认识 除了联究感觉到的东西以外 感觉之外的东西 就是我的感觉之外的东西啊 都不能成为我的认识对象 都被排除出去了 所以他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呢 就否定了感觉以外的世界 那就说感觉就是认识 到了这个感觉就为止了 就为止了 外面的世界不能进入能的 这个认识作为能的这样一个认识对象 他说这是一个 他认为这是一个维新主义的思想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们都攻击这个维物主义的物质概念 就是说巴克莱啊 就肯定了物质是无 物质是无 那也就是说 否定了这个物质实体概念的这样一个存在 否定了物质啊 物质啊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他说物质是无 这个你们学过这个巴克莱的哲学的啊 巴克莱的这个哲学呢 为什么他强调这个物质是无呢 他说这个作为认识的对象啊 他把这个感性的课题啊 二重化 他说感性的课题啊 它包含两种东西 包含着两种东西 一个呢它是心智的存在 一个呢它是实在的心外的存在 心外的存在 那么他说作为这个心智的存在 他说这个物啊 就是说这个物呈现在 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它是两重性 一个它是心智的存在 是能不能可以感觉到的 和感觉相相联系的 他说这是一个心智的存在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我心智以外的一个外在的世界 他说我的认识对象 我的认识对象只能认识 这个物当中作为我的心智的存在 和我感觉存在相关的 而另外一个你说的一个 和我感觉无关的 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 外在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他说那是一种无 我根本看不到 我也摸不到它 我怎么知道它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 它是不是我的认识对象 所以它是不可能的 那么列宁就说 这样他就把这个 就是感觉之外的世界 感觉之外的世界 当作一种神和偶像去信仰 他说我只能去信仰它 我不能够去这个证实它 我怎么能证实这个 我之外的这样一个世界呢 之外的这样一个世界呢 列宁就说 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和马合所提出来的 就是要消除这个实体 排除形而上学概念 强调思维的经济原则 这个是一致的 就是马合提出这个 思维的经济原则什么 我感觉到的 那么我就 我就 我就能够证实它 我就能证实它 它才是我研究的对象 如果我不能感觉到的 那么它都应该从这个 我的认识对象里面 排除出去 它都不应该 进入我的这样一个认识对象 这个马合提出这个思想 在当时来说 我们说它是有一种 对于这个人类思维方式 具有一种变革性的意义 而且对这个物理学革命 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我们前面讲过的 为什么说它起了 关键性的作用呢 就是说在这个 刘顿物理学里面 它有一个什么 它设定了一个以太 为这个经验的一个形而上学 所以所有的科学家 就去认证这个以太 那么马合提出来就说 那个以太既然是我这个 是你假设的一个东西 它既然不存在 我不能感觉到 我经验不能到 我物理学实验 我实验不到它 那么我就应该把它排除掉 那么排除掉以后 剩下的是什么 就用这个 对抽象的绝对性的思维 转向了一种相对性 转向了一种相对性 一种对经验的肯定 那就是说你的实验 你的根据 科学的根据什么 应该是以经验到的东西为根据 而不是应该以一个抽象的设定的 一个经验之外的 形而上学的东西为根据 所以当时在物理学当中呢 很多思想家 很多思想 就是说有些旧物理学家 就为了去认证以太 就为了去认证以太 而停留在旧物理学的水平上 而这个量子力学和相对认的 就按照马合的思想 走出了这样一个 走出了一个对这个以太的 这样一个认证 就返回到这个对微观世界和与观世界的 本身的一个经验的这样一个研究 经验的研究 所以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分化 但是列宁呢 是从这个认识认的角度去讲 它说他们这样一个思维的 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最关键的 就是否定了你这样一个物质概念里面的 这样一个认识之外的 这样一个存在的问题 实在性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这认证的不是一个认识认的问题 而是一个什么作为一个本体认的问题 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你没有解决 也就是说他认为啊 这个感觉认的思维呢 只是建立在认识认的基础上 只是讲的认识认识认以外的 关于物质世界是不是存在的问题 他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 所以列宁呢 在批判这个相对主义思维方式 就是强调感 强调一种确定性 思维的确定和客观性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思路是什么 就是要你首先肯定 有没有一个存在于你感觉之外的 也就是认识之外的一个客观世界是不是存在 也就是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解答 作为解答认识认哲学基本第二 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一个前提 他认为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抛掉了哲学第一个基本问题的解答 而直接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二个问题 所以就走向了这样一个相对主义 所以他对这个感觉认的这样一个批判 对他们的这个历史渊源的这样一个说明啊 都集中在什么呢 就集中在认证他们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通过感觉的只是在认识的领域里面 谈论感觉的问题 而没有超出认识在本体认的这个领域里面 谈论感觉的问题 这是他们这个这两点呢 像都是谈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他说他们是用实在认演示主观维心主义和维我认 所谓实在认是什么呢 就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和尚识的角度啊 肯定肯定尚识的实在性 否定哲学的实体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巴赫莱呀 他在提出这个感觉论的时候 感觉论的时候 他说我并不否认啊 你这个物质世界是存在的 他说因为这 他说不过这是赏识 我讲的不是一个赏识的问题 而是讲的一个认识论的学说 就是说我的提问是 你认识的对象是如何可能的 认识的对象是从哪来的 而不是讲这个客观实在的 这样一个外部世界存不存在的问题 他说我们每天都在吃饭 每天都在衣食住行 我怎么会去否定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呢 他说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不是认识的学说所要研究的问题 而是一种常识是智囊科学的研究 所要研究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巴赫莱就把这样一个 对实在认的说明 对物质世界的认证呢 把它排除到哲学之外 就是认识的直研究 认识对象感觉的问题 这个其他的你说的实在问题啊 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列宁认为呢 他说这实际上是用最新的实在 就是用实在认啊 他说马合也宣布自己是最新实在认 那么这样一个认识认实际上是什么 本质上啊 是以这样一个认识认 来排斥这个排斥这个 对哲学的这个客观实在性的 这样一个认证 所以呢他们在本质上 都是唯心主义和唯我认的 因为你把它仅仅局限于这个 把这个哲学啊 仅仅局限于对感觉本身的 这样一个研究 而对感觉之外的 这样一个物质世界的 这样一个认证呢 把它排除到哲学之外 也就是说不讲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嘛 它就是不讲本体 因为它讲什么 本体是什么 本体是经过抽象认证的 我不去讲它 我就讲我现在能感觉到的 所以它本质上是这个排斥 排斥这个本情认的 所以马合啊 他在哲学里面 就说这个客观的这样一个东西 本体的东西 实在的东西啊 它不能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所以到了维也纳学派呢 就明确的提出 据册行而上学 我刚刚到这个黑板上 不知道前面那个 是哪一个老师讲的课 上面黑板上就写的 据册行而上学 是吧 插黑板的时候 就是看到就是据册行而上学 这刚好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最早起源的就是 马合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马合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 这个 呃 他实际上就是说 提出相类主义思维方式的时候 感觉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都是把这个本体论啊 本体论和这个 呃这个 也就是我们说的 性而上学的学术啊 把它排除到这个 呃 哲学的领域研究之外 所以这个 列宁就认为 当他排除了这样一个 呃对物质世界的第一性的 这样一个认证的时候 他就走向了维心主义和维我认 第四个方面呢 他们就说 他们都鼓吹符号认 符号认 符号认 就说巴克莱呢 坚持的是自然符号认 自然符号认 强调观念的联系啊 不是表示因果关系 而是表示记号符号 和用符号表示的标志 因为他是认识的东西 观念的联系什么 他不是一个 如果讲到因果关系 那就讲到你的观念和外部世界之间的 这样一个联系 这是列宁所强调的 但是 但是呢 这个他们认为呢 他说这个 讲的观念的联系 不是讲的因果关系 不是讲的你的思想和外部世界的联系 而是讲的观念之间呢 他是 我在观念在反映这个外部物的时候 我是用什么 是用符号表达的 这个符号是不是一个随意的 他是可以约定书成的一个东西啊 语言都可以约定书成的 所以他就看着什么呢 我在反映这个物的东西 我说他是物的东西 我是一个 表现的是一个符号 也就是说 否定了他的客观实在的这个内容 所以列宁说 这样一种符号认 他说马合呢 提出的是经验符号认 他说这种符号认在论识的意义呢 就是代替唯物主义的论识 也就是说 以代替以有形的原因啊 来说明无的东西 就说他不是说明这个东西是有形的 而是把它看着是一个无形的 一个无形的 呃 所以这一个呢 他就否定了 批判了这样一个符号认 符号认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呢 呃 呃 就说他认为啊 嗯 马合和巴克莱 都否认有区分虚假 于实在的客观标准 有 呃 区分虚假和实在的客观标准 他认为呢 他说这个巴克莱呢 是把这个实在和感觉联系在一起 以感觉的实在代代替现实的存在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呢 列宁就呃 呃 证明了啊 这马合哲学啊 和巴克莱哲学是一墨相成的 也就是说 都是以感觉经验来否定了物质的维心主义 维心主义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 这个通过这样一个否定的列宁呢 就提出了 呃 从感觉出发的两条认识的路线 两条认识的路线 这两条认识的路线 我们看一看啊 没有搞错了 很多这个呃 呃 原来考试的很多学生填了 都填错了 这是从什么 从悟到感觉和思想 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悟 呃 这个为什么呢 本来原来是提思想 现在提感觉 在这个地方啊 列宁是把感觉当作一种认识形式 是吧 它和理性相对的认识形式 它们都属于 是整个认识当中的不同的认识形式 所以它是从悟到感觉和思想 很多学生填空了之后就填什么 从悟和感觉到思想 就把那个感觉呢也变成了悟了 那不是到了这个巴克莱的观念吗 巴克莱不是说感觉就是悟吗 悟就是我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错了啊 就看起来这个思维的这个精细化 所以列宁在这儿提的这个 从感觉出发的两条认识路线呢 他所提出来什么 是从悟到感觉和思想 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悟 也就是说悟它是作为一个外部世界的存在 而感觉和思想呢 都是属于认识的形式 都是属于认识的形式 感觉也是一种认识的形式 感觉也是认识的形式 所以他说从悟到这个思想 他说恩克斯坚持的是第一条路线 也就是从悟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 那么马合的坚持的是第二条路线 也就是唯心主义的路线 也就是说从思想和感觉到悟 这个是唯心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想路线 那么既然这样一个在这个地方 因为列宁着重认述的是感觉问题 把感觉当作一个思想 一种认识形式来研究的 所以他就着重认述了感觉的问题 就是对感觉的问题 什么叫感觉 什么叫感觉 这样他就第一个 就对感觉做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说明 感觉做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说明 在这个感觉的唯物主义说明上面 首先他对感觉的起源 感觉的起源做了一个说明 列宁依据这个自然科学的成果就说明 他说人的感觉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结果 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结果 他说以明显形式表现出来的感觉 直视和直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体相联系 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 只能有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 这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他说我们现在看到感觉和高级物质相联系 这是以明显的形式体现出来 但是在最早在能感觉的这个起源上 最基础上面呢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 这也就是说呢感觉是一种运动者的物质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你最好最早的相似 你现在以明显的感觉形式提出来 就是他已经形成了你的一种认识 一种认识形式 但是在这个认识形式以前 它是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这样一个能力 表现成一种物质的运动 所以呢感觉啊它应该是物质运动的这样一个基本特性 基本特性 所以这样列宁呢就从这个有机体的进化上 说明了感觉的物质起源问题 就是说你在最开始的就是说无机物它是怎么 它是怎么起来的 它是有一种这个相似的能力发展起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他就认证了感觉的认识本质及其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地位 列宁认为呢他说是把感觉当做意识和外部世界的侨连 当做外部世界的印象还是当做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屏障当做唯一的存在 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啊 在感觉认识地位上的根本分析 就是说这个感觉啊你到底是把它当做唯一的存在 还是把它仅仅当做是一种桥梁 当做是一种印象 这一个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桥梁 当做是一个桥梁是什么呢 就是感觉是一个桥梁 那就是什么 它这个一方面是思想 就是说它的这个意识的联系 一方面呢它是外部物质世界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桥梁的作用 那么把它当做一个桥梁 当做是对物的这样一个反应 它就是唯物主义的 而唯心主义呢 刚好啊就把它当做唯一的存在 当做一个什么唯一的对象 它是唯一的联究对象 那就说在这个之外就没有这个物的存在了 所以 这一个呢 当做唯一的对象和当做桥梁 它是不一样的 当做桥梁呢 面临说它就走向了唯物主义 就走向了唯物主义 而当做唯一的对象的时候 它就什么 看作是什么 是认识的一个屏障 认识的一个屏障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当做意识和外部世界的一个屏障 当做唯一的存在的时候 它就走向了唯心主义 那也就是说你的论识论 只是在感觉和思想里面 仅仅是感性和这个意识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进行研究 所以它就走向了这样一个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这是可以说 从这两个方面的证明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列宁所强调的是什么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就是说它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和这个马和哲学解决问题的一个 基本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说要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作为解决哲学第二个 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一个前提 反过来也就是说 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时候 你不能抛弃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你首先要回答哲学第一个 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 你才能够解答第二个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不能把他前提给抛掉了 这就强调了哲学基本问题 这两个方面的联系 对于解决认识的问题的这样一个意义 对于解决认识问题的意义 这是这是他的这个 嗯对感觉的一个分析 然后在对感觉的分析 呃以后呢 他就对马和主义的主要的这样一个 感觉论的学说啊 进行了批判 进行了批判 那么这个感觉论的主要学说呢 是三个一个是要素论 一个是要素论 第二个是原则同格 第三个呢是嵌如说 我就把这三个啊 基本上讲一下 这个要素论是什么 要素论是什么 要素论呢 它的代表人物 把这几个代表人物搞清楚啊 要素论的代表人物呢 它的提出者呢是马和 是马和 就是说马和提出这个内容呢 他所讲的是什么 他的前提就是说 感觉是要素的符合 就是他这个问题啊 他也是对感觉的一个说明 他说感觉是什么呢 他说感觉啊是要素的符合 他说感觉啊是要素的符合 那么感觉是要素的符合 那也就是说感觉也叫做要素 那么什么样的就是感觉可以称为要素 但是呢要素不都是感觉 就是感觉可以称为要素 但是要素不都是感觉 那也就是说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要素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作感觉 要素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作感觉 他说要素呢可以分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 就是说就感觉而言 他的要素啊有两个有两种 一种呢是所谓物理的要素 他说这个感觉啊所谓感觉的要素啊有两种 一种是物理的要素一个是心理的东西 那么这个物理的东西物理的东西是什么 它是依赖于什么呢是依赖于啊这个 就是强调这个物理所谓物理的东西 它是研究的物理的对象 比方说你这个你这个火你这个火啊 这个和能将这个火和热的联系 有火它当然会发生热是吧 有火会发生热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物理的现象 属于物理的现象 所以这一个方面呢它叫做一种物理的要素 叫做物理要素就是一个要素比方说这个光 这个光照到这个树上 那么这个树上呢就它的这个绿色啊就会 就会这个发生变化这个发生变化 那么这样一个一个事物和另外一个事物 就是外在的这个物理要素之间的这个联系啊 它叫做什么物物之间的联系 所以它叫物理要物理的要素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你外界的物对能的神经 和能的神经发生关系以后产生的一种感觉 比方说这个火它会产生热 这是一种物理的现象 那么呢如果这个火烧到我的身上 刺激了我的神经 我就会感到什么 就是这个神经呢 发生一种这个生理上的这样一个反应 它会感觉到很烫 它会感觉到很烫 它是这样一种联系 这样一种联系 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光它在造的树上 是一种物理的反应 但是它反射到我的眼睛里面 反射到我的眼睛里面 就产生了就是对视网膜 就眼网膜发生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什么 一种心理的这样一个联系 也就是说它是物啊 和心理相联系 所以物理的要素呢 它讲的是什么 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而这个心理要素呢 讲的是物和心的关系 和你的这个生理心理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马合就认为呢 他说只有这个心理的要素 心理的要素啊 才能称之为感觉 才能称之为感觉 而物理的要素不能称之为感觉 物理的要素不能称之为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认识认 你的感觉东西啊 一定要使外界的物理东西 和你的心理的东西啊联系起来 如果不联系你的心理 就不能称之为一种感觉 不能称之为感觉 所以这个列宁就说 当他讲要素 讲要素的时候 谈到物理要素的时候 他是一个唯物主义 就是他承认了唯物主义的前提 承认了物和物之间呢 他的存在和发生 可以客观的发生联系 但是呢 当他一定到感觉的时候 强调心理的东西才是感觉的时候呢 他又滑向了唯心主义 最后走向了唯我论 最终走向了唯我论 所以这是列宁啊 对他的这个要素论的 这样一个分析啊 而马合的要素论呢 就是把这个物理的 这样一个要素 叫做感觉是要素的符合 但是要素 不是所有的要素都能成为感觉 作为物理东西的 这样一个要素 是不是感觉 而作为心理要素的东西啊 他才会是一种感觉 这是一个感觉 这是列宁啊 对于这个 他的这个要素论的批判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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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